真不容易 锦阳是挺不容易的 这些喷子们又去氧气关了 艾佳什么鬼呀 来打比赛还是养寒冬 我现在相信 那个女的是花儿代 上高功夫胖牛呗 想什么呢 艾佳什么都没做 她就是说话大声了一点 不会被禁赛吧 不会受处罚吧 秦阳也什么都没有做 她平常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 今天为了顾及艾佳的比赛 什么委屈都往肚子里吞了 还要怎么样 人家就是简简单单谈恋爱而已 哪来这么多所以人 哪来这么多阴谋诡计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谁会在意自己喜欢的人 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选手或是明星 就是单纯的喜欢而已啊 选手也是人 也会有自己喜欢的人 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样又有什么错呢 还是说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因为身为公众人物啊 你的身体发福本来就不属于你自己 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打赢比赛 你们的喜爱与支持 但是比赛输赢好像真的跟你们没关系 这才是对的想法 你太理智了 可是我就不行 我就会受影响 会心态爆炸 会伤心 会难过 诗人都会的 可是你好像就不会 诚哥 你是不是真的强大到无所畏惧 是啊 因为我还要保护你们啊 不管了不管了 抱一下再说 你这种仿佛世界末日要来的语气 是什么情况 一想到明天这么好的胸肌和腹肌 就可能不属于我 堪比世界末日 隔壁战队这把输得太遗憾了呀 哎哟 好在后面赢回来了 闹了这么大一场 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战术呀 明神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能不能再用一次四宝一 四宝一 理由 没什么理由 现在四宝一这个阵容争议很大 大家都说 这个赛季执着于这个战术的队伍 一定赢不了 但是我们上次打DQ5第2把 用的就是四宝一 打得还挺好的 所以想再试试 看能不能用 不是有句话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你想拿雪女 雪女 刚才艾佳拿的不就是雪女吗 还输了 上场比赛隔壁战队输 和艾佳拿不拿雪女 也没有关系 四宝一体系最主要的就是 ADC 朋友 你这有夹带私货的嫌疑吗 鬼扯了这么一大堆 还不是为了给你自己的好姐妹证明 他们输不输比赛 和艾佳有没有女朋友 都没有关系 也行 教皇那个不沾锅 不论他打成什么样 都会有人帮他洗牌 他们上场比赛 输了最大的锅就在他身上 正好让他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四宝一 让他失眠两三天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同意呢 好好好 可以 一会儿我拿个刺目童子 咱们梦回春季赛 无视版本宁过时世神 无视版本宁过时战术 你们真的很膨胀 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乱搞的队伍 你也乱搞啊 你拿个一目连呗 老猫说得对 一会儿就拿一目连 你去辅助老猫 我自己单想 梦回春季赛啊 春季赛 梦回春季赛